这次表现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彭斯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 非常一个传统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共和党人 他是非常 就是在保守的价值观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相对起来 贺锦丽是非常明显的民主党人 他的思想是那种所谓自由派的思想 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就是好像是这个 川普跟拜登两个人的辩论呢 这两个人就得天马行空 一个是就是说 完全没有规矩 可以自由放任 另外一个可能头脑不太清楚 所以这两个人就完全 就是好像体操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自选动作 然后这两个副总统是规定动作 最传统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看着蛮有意思 然后呢 这个拜登是很明显的 他补充了川普的弱点 在川普很多的时候 他能够牢牢地抓住保守派的 就是说想法 我觉得他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对吧你刚才说彭斯补足了这个 对彭斯补足了这个川普的一个弱点 我觉得这个搭档川普 还是选的这个副手 选的非常正确的 当然我觉得贺景毅表现得也是不错 比拜登强多了 那么但是说我觉得呢 我作为媒体人一个比较担心 觉得比较忧虑的是说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假新闻的时代了 就是说两个表演之后 做出的民调 美国做出的民调 竟然是偏向他的媒体的民调 这个是这方大胜嘛 偏向他说这方大胜嘛 那说明这两个都没好好做民调嘛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 就是说整个美国社会 也为这次选举完全被撕裂了 那么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美国的所谓的左翼媒体 他们都说这贺景毅大赢嘛 赢个58% 就将近60% 但是我觉得 就是美国左翼媒体的 最近的民调的出来的结果 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是比如说最近一个星期 拜登根本没有声音嘛 就川普一个人在表演嘛 对不对 一会一会住院 一会出来 一会什么演讲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拜登的支持率 涨个10%左右呢 就是他们没有在嘛 就是川普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快到了选举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些媒体 他们的诱导性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在选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选举的这个民调的 这个选样的方式 其实操作的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在即使现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这场选举 还是是这个彭斯 一个有上风 但是美国的主要媒体 说彭斯赢的是很少的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也蛮奇怪的 就是他说 这个习近平比川普还有强 这句话的话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不应该说的 他说习近平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在迫害人权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美国的黑人的人权问题 比起 比起来中国新疆的问题 中国在蒙古内蒙发生的 这些剥夺少数民族的文字语言的 这方面的人权的侵害 要比美国的黑人的人权问题 要严重的多少倍 而且川普他顶多是 他自己做的并不够好而已 但是说习近平是一个 他是主动一个加害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贺景毅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觉得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 是被中国操纵的感觉 就是最近比如台湾 一些退休的将领 包括一些文化人 都吞吞跳出来 前领导人 吞吞跳出来就是说 我们中国是怎么好 我们是中国人 这方面 也是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 也是应该是被中共操纵的感觉 因为他们否定自己的人生 他们认为就是说 民主并不重要 民主加自由 价值观并不重要 把他们自己的人生 自己当年通过选举的过程 也全否定 那么现在这个贺景毅 他自己说的话 也是否定他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比起来的话 那么你刚才讲 如果中国国内的话 把他的彭斯的说的话 全部屏蔽起来 把他的话说出来的话 有可能中国就让自己的国民听 贺景毅说那句 习近平比川普强那句话 那就可以在 贺景毅是不是在配合中国的大内宣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西方的政治人 我包括日本也有很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被中国抓到把柄之后 就寸步难行 不得不随时他欺误 所以说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次我认为在特别的中国问题上 这个贺景毅的发言 是非常有问题的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货节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货节的节目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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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